我们来解一下这两个不等式 第一小题它说9的x四方减掉6倍的3的x四方减掉27 小于0 对于这样子的一个题目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呢 你想说我们要解含有指数的不等式 刚刚也是一样 可是刚刚的指数只出现在一个数上面 一个数上面 现在的指数比较复杂了 出现在两个数上面 不过呢 仔细研究一下 我们会发现说 9跟3理论上还是有关系的 因为呢9是3的平方 所以我们或许如果还是用这个化成同底的策略的话 OK是有效的 所以我们就来试试看 化成同底的话呢 我们就把9的x四方就变成3的平方的x四方 所以就是3的2x四方减掉6倍的3x四方减27小于0 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之前在解等式的时候 也就是解方程式我们有解过这种 3的2x四方减6的3x四方减27等于0 你可以就回去复习一下 那如果是有等号的时候 当时我们是怎么讲的呢 我们当时是说 我们可以令3的x四方等于t 来做一个代换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算是小于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做 我们就令3的x四方等于t 那因为令3的x四方等于t的时候 你会知道3的2x四方 其实就应该是什么 3的x四方的平方 所以就是t平方 好 所以我们就得到的是t平方 减掉6t减27小于0 那这个不是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一个二次多项式吗 所以我们就可以做什么呢 做交叉相乘 十字交乘分解 那我们去分解了以后呢 这边应该是9跟3 那因为凑出来是负6 所以是负9跟正3 这样子呢 就是你要因式分解的结果 所以就变成t减9乘上t加3小于0 所以我们知道t就应该要在9跟负3之间 那由于啊 你的t是3x四方等于t嘛 它一定怎么样 一定自动是大于0的 OK 所以呢 其实我们这个是指当我们在写说 3的x四方 最后呢 是在9跟负3之间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不用写这个了啊 好 你不用写它比负3大 因为3的x四方一定比负3大 所以我们最后就只要写成 3的x四方小于9 也就是等于3的平方 这样就可以了 那3的x四方既然小于3的平方 当我们底数都是大于1的数 而整个数前面比后面还小的时候 那么前面的指数就会比后面的指数还要来的小 所以我们就解除了这个不等式 x应该要小于2 OK 这是第一题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呢 来看一下第二小题 OK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小题 第二小题呢 他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很清楚的看到 应该要以什么2的x四方为主体嘛 这边有2的负x四方 所以我们知道呢 如果我们另 另2的x四方等于k的时候 那因为2的x加一次方 就是等于两倍的2x四方 所以就是等于什么 就是等于2k嘛 这个没有问题 就是等于2k 然后另外呢 另外呢 这个2的负x四方 是2的x四方分之1 2的x四方分之1 所以呢 你会得到的东西是等于k分之1 所以我们可以把原式写成 2k 减掉8倍的k分之1 会大于负15 OK 那我们整理一下 就会得到的是2k加上15 减掉8倍的k分之1呢 是大于0的 但与此同时呢 我们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 因为当你另2的x四方 等于k的时候 你自动在说的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 k是一个正值 k大于0 OK 因为呢 2的x四方的图形 永远横在y轴正向 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左右同乘k 左右同乘k 同乘k 我们就可以把分母化掉 就变成2k平方 加15k 减8 大于0 OK 所以呢 你在这个地方 你不是就可以把它 整个因式分解一下了吗 OK 我们就来 把2 1 还有这个8的部分呢 给它变成什么 应该是18嘛 这个很明显 应该是这样才能凑出15 那是正15的话 就变成这边要是正的 OK 然后呢 这边要是正的 然后这边呢 要是负的 OK 那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凑出正15 所以呢 我们的原式就可以被我们写成是 2x减1 乘上呢 x减8 应该x加8应该要怎么样 要大于0 所以我们得到的就是x大于1二分之1 或者x小于负8 对不对 x大于1二分之1 或者是x小于负8 可是x小于负8怎么样 一定不合嘛 这后面一定不合 因为x x 刚刚这不应该是x啊 这边应该是k 我们全部都写错了 这边应该是kk k大于2分之1 跟k呢 小于负8 那k因为大于0 所以呢 k小于负8 这个一定是不合的 所以k要大于2分之1 也就是什么呢 2的x次方 要大于2分之1 是2的负1次方 也是一样 当我们今天 我们得知 我们的底数 是一个大于1的数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就知道 2的x次方大于2的负1次方的时候 它的指数也是要比它大的 所以我们最后算出来 x就比负1还来得大哦